大的味道就是会掩盖 觉得穿锅的原材料不重要 但是真正影响一个穿锅高度的 其实最后还是原材料 今天我们上山这里找到的这些原材料 就是自家养的鸡 然后新鲜的牦牛肉 牦牛肝 然后还有这个县灾的这些菌类 有个密封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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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个密封 这里唯一可惜的就是虫子会比较多 就是如果说小乔做的这个切的牛肉是60分的话 我做的火锅是80分 这些原材料让这个锅变成了100分 而加上熊猫瓶这种新鲜的空气和这个自然的美景 我们这一顿火锅就是一个120分的火锅 比较冷革 Chick